- 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 Sekhui Sekhui请说 好的 本来是罗嘎大家好 我是Sekhui 又到了大家期待的礼拜五 今天依旧是晴冷炎热的好天气 而且台北高温又飙到了 37.2度 那么明天就是周休假期 好 天气有没有可能出现变化呢 我们马上透过微信云图来告诉大家 首先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轻度台风奥迈斯 它是持续朝着日本东方海面来前进 虽然对我们天气上 并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提醒如果要前往 日本旅游过洽工的民众呢 一定要随时注意航班上的讯息了 那么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天气 未来周休假期 虽然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 但是随着低压带逐渐靠近 各地水气也会跟着增多 从明天开始 全台都会转为多云有雨的天气 尤其在西半部还有宜兰地区 雨是会比其他地区更明显 提醒观众朋友 周休假期外出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 另外在气温方面 我们再从下一张地面天气图 带大家来关心 今天的气温还是好热 不过刚刚有说到 明天天气会开始变得不太稳定 那么气温方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地面天气图上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刚刚所说到的 青台奥迈斯 它会持续朝北的方向来前进 那么明天开始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全台天气都会开始变得不太稳定 但是温度受到的影响幅度 并不会太大 明天在西半部高温 一样可以飙到34度以上 提醒观众朋友 还是要多补充水分才不会中暑 接着就带你来看 维尼整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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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告别 酷热的夏天迎接凉爽的秋天 但是台湾真的要迎接凉爽的秋天 恐怕还要再等一点咯 接着再把时间交款给Mulas